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约水电这种事情相对比较有执念 因为经常看到别人如果要是随手没有关灯或者关水 我就会自己默默地把它关上 那个时候就说我后面的职业发展是要在工艺行业里面从业的 所以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在西藏工作了两年多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户外运动 然后也非常的喜欢跟大自然亲近 所以西藏的时候我就学了潜水 后来因为学了潜水就非常的着迷 然后就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去潜水了 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下水 一下到底就有一只海龟正在那吃海草 我就一直在那看海龟 我看着它吃海草 它也不瞅我 它也不管我 它就自己在那吃 我就一直盯那个海龟吃海草盯了五分钟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这么喜欢玩潜水 然后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把潜水这个专长用上 然后是能跟工作有结合的 我觉得可能我在跟海龟对视的那五分钟的时候 然后就是它本身就已经埋下了我可能未来要做海洋保护的这个种子 2017年我创办了自己的海洋保护的这个 保护机构无精神烂 刚开始头两年机构发展是非常不稳的 然后资金来源也非常不稳定 所以爸妈那个时候就 就会比较困惑 就说觉得做得很辛苦又不赚钱 然后你这两年攒的一点积蓄也都垫进去了 你这个一个姑娘家这么大年纪了到底图个什么 自己相对还好 因为比较喜欢自己的工作状态 困扰会有 我觉得比较难的一点是你如何让更多并不关注海洋的人去关注海洋议题 因为中国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海洋文明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陆地文明的国家 尤其是对于很多它根本都不居住在海边的人来讲 其实海洋跟它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我们机构其实去年创新做了一个水下的直播系列 我们用潜水员做水下直播的方式去带领了很多的非潜水员或者是公众去了解中国有什么特色的水下景观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我们中国是有古城沉在了水底下的 我们大概是有15亿以上的曝光 然后平均每一场在线的观看人数都超过300万 最多的一场有900多万 非常有成就感 那非常感谢你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 其实对于我们这次展览的开幕都投入了非常大的资源和精力来支持我们今天的这样现场活动 我们这边是我们的第一个展区 也是我们的中美兴的展区 那这一个展墙其实记录的都是我们三级探索项目 我们各个国家的近百名的科学家和音乐家在南北极开设到的相关的影像 我们做公益会经常讲说你每一点善意其实都是一颗种子 你可能并不知道就是它什么时候会发芽 可是没有你剥的这一颗种子 它永远都不可能有成长出破芽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需要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你想要关注的东西 总有一些人会成长为你想要看到的能够推动改变的这些人 但是前提是你需要先种下这一颗种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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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